字幕在一起 昨天玩完那個中天風舞傳嘛 然後 國產單機系列接下來就是要玩 這款 致命武力 漢唐國劇 漢唐國劇製作的 致命武力一代 他有出二代可是二代我沒有買 我只是 只玩一代而已 只玩一代 你要買的話可能要去網拍 可是可能也很難找吧 你就算有賣 可能也不便宜 那 我是去網拍找的 然後他 剛好也沒有說賣得很貴 那我就把它買來玩了 一代 一代是 2001年3月13日出的 2001年跟那個 仙湖奇緣一樣 2001年出的 漢唐國劇 漢唐國劇的歷史就 然後 他其實比較有名的 兩個系列 一個是天地傑系列 一個是 那個 炎龍騎士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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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傑 然後 然後 他也有做 致命武力 一二代 然後也有做 阿瑪迪斯戰記 呃 就我所知啊 漢唐國劇的最後一款作品 就是那個 天地傑3 還神節 然後 他們做完 然後他們 做那一款 然後剛好 剛好 好像 就是 檔案遺史吧 檔案遺史 結果 他們就沒有出攻略本了 要不然 一二代都是有出攻略本的 天地傑一二代都有出攻略本 那3代因為 檔案好像損毀遺史 然後就沒有辦法做攻略本 只有發行遊戲而已 然後 還神節也就這樣成為 漢唐國劇的最後一款作品 然後 我知道他們後來有去做那個 一個online game 炎龍騎士團online 可是 那個遊戲引擎好像是用那個 那個什麼 仙劍 仙境傳說online 好像是用那個引擎做的 然後 我覺得 那個時候 也 好像成績也不太好吧 反正 炎龍騎士團online成績也不太好 結果就 可能經營不太下去了 後來就賣給那個 賣給自貫了 然後現在 好像從那時候就分成兩個部分吧 一個部分是跑去那個 跑去奧爾資訊 奧爾現在還在 然後奧爾最近的新聞就是跟那個 SEGA SEGA合作 就是 算是變成SEGA的協力廠商 然後幫他們做那個手機遊戲 奧爾資訊從以前就 就很早就在手機遊戲這一塊市場上去經營 他們在還沒有 手機還沒有進入那個 智慧手機時代的時候 他們就有在經營那個手機遊戲 然後另外一部分就是 還還留在那個 自樂堂 就是漢堂國際賣給 自貫後 改名的 自樂堂 那自樂堂現在就是專門幫那個 自貫做一些online game 尤其是那個 霹靂布袋西的IP 做了好幾款了吧 他們之前啊 有一款不是用霹靂的IP做的 可是我去玩我也覺得 算普通啊 就是不會說 讓人想要一直玩就對了 反正這就是漢堂國際的 歷史 還有他們現在的現狀 那 他們好像內部有做一些 做一些試調吧 就是 好像有問那個 玩家 想不想要在那個 手機上玩到天地劫系列 然後 做完那個試調好像就沒有什麼消息 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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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龍騎士團都是有搬上那個 手機上面 之前有把那個 二代還有 還有外傳 好像 外傳好像叫 叫瘋之文章嗎 就是這兩款有 有移植到手機上面 可是後來 那個外傳好像被 被移除了 只剩下那個二代 等一下我看一下喔 有 會不會 有 有 這 就是 有 我搞錯了 我搞錯了 他們移植到手機上好像是一二代 然後後來二代好像被移除了 然後只剩下一代 沒錯 現在手機上 手機上玩得到炎龍騎士團的只有一代而已 然後炎龍騎士團其實我都沒有玩過 因為他們好像是DOS的遊戲 DOS DOS我就真的是沒有辦法了 我這邊能 我這邊的極限就是只能玩到XP的遊戲而已 DOS我就 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 因為你堅持使用正版的情況下 那你要玩DOS的遊戲 你要買到那個遊戲實在是有點困難 如果是用下載的啦 就是 就是去網路上下載 要玩DOS遊戲應該是不會很難 因為它好像有做一個那個 DOS專用的一個 視窗 就是可以相容到那個視窗 Windows上面 那基於 基於堅持玩正版的情況下 DOS遊戲我就真的沒有辦法了 第四個季限 海謙 漢堂...對我來說,其實... 呃,應該說漢堂國際是我... 是...國內啊,製作國產單機裡面的... 就是當年製作國產單機遊戲的公司裡面 我最喜歡的一家公司 因為我覺得他們做遊戲 其實真的是... 非常的...下苦工啊 下足了苦工,但是... 第一點是他們的遊戲基本上都...難度都偏高 然後因為難度偏高,變成你的... 玩家的群眾...就會變得比較小 然後加上當年的盜版蒼獗 然後就... 你下了那麼多功夫 下了那麼多成本去製作這些遊戲 那你回收不回來 那... 就是只能虧損了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因為 2000年左右就... 線上遊戲就...開始發達 然後... 對...國產單機造成蠻嚴重的衝擊 所以... 所以... 漢堂國際的... 命運就...變得很... 有點... 有點可惜啊,可以這麼講啊 畢竟... 畢竟... 畢竟你這麼用心的做一款遊戲 然後給玩家玩 然後... 然後... 說比較難聽一點就是... 結果是這種下場 實在是覺得... 真的是很遺憾 當然啦... 漢堂... 漢堂國際沒有... 還不算消失在... 歷史舞台上 畢竟他們現在... 現在的公司還... 還在叫做那個... 就是... 只是改個名叫... 自樂堂 至於裡面還有多少人是... 多少成員是... 原屬於漢堂國際的 這我就不曉得了 而且他們也有分一部分人去奧爾資訊 奧爾資訊做了手機遊戲 我有玩過一款 我也是覺得... 質感還不錯 那... 只是說... 嗯... 畢竟... 畢竟我人生中的第一款PC Game 就是... 漢堂國際的天地劫系列第一代 神魔至尊傳 神魔至尊傳 當時是我自己去... 書店啊 書店我印象中大概花了... 那個時候我才國中吧 國中去... 那個... 就是... 書局啊 那個時候有蠻多書局的 就去... 因為那時候剛好家裡弄了一台... 電腦 就是家裡... 家裡... 家裡面的... 人生... 的... 第一台... 電腦 然後我就... 不知道... 不曉得為什麼 然後我就跑去... 跑去書局 然後花了大概... 七... 七八百吧 印象中 就買了那一款遊戲回來玩 結果一玩天啊 驚為天人啊 它是... SRPG 天地解 神魔至尊傳是... SRPG 神魔至尊傳之後會玩到啦 所以現在就不... 不說那麼多了 現在... 畢竟是... 是在玩致命武力 致命武力也是... SRPG 就是走格子的 那... 那... 以一個玩家來說啦 當然還是希望... 現在的自樂堂 或者是... 自樂堂願意跟... 奧爾之虛一起合作 出一款... 出一款... 有漢唐國際基因的... PC Game 給玩家玩的話 我相信... 玩家應該會很感動 只是說那也要看那個... 自關吧 自關這個... 這個... 金錢巨獸願不願意了 OK... 那我們... 玩... 自命武力 我先不按New喔 因為... 因為... 按New了之後 它就會進入那個... 一段動畫 然後那個動畫... 我的... 我現在是用OBS錄的 但是OBS錄不到那個動畫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所以... 那一段動畫 我有用那個... Bandicam把它先... 錄下來了 Bandicam錄得到 那OBS錄不到 但是我現在要... 要玩... 還是... 還是選擇用OBS去玩 會比較... 可能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 至於... Bandicam錄下來的那一段動畫 我可能會用那個... 後製的... 用威力導演把它... 後製... 加... 卡進去 對 所以... 先不按New 那... 我先來看這個Story Opening... Story Story就是講一些背景故事 我也還沒有看 所以... 就... 看看吧 時間是... 2050年21世紀 這個字還是寫的 寫的... 時間是... 2050年21世紀中葉 這個是... 是... 世代最重要的話題 是... 身體科技 喔 那我就不一一念出來了 反正就是用機械跟人體結合 喔 免疫系統所限 欸... 我都還沒看完 呵... 呵... 別人... 對... 我不一念... 那是誰... 是...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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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懸命... 不一念... 有... 很... 有... 有... 傭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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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死神 对长 这大概就是成员介绍吧 那要进入游戏了 进入游戏就 我会用后置把那个 动画的部分卡进来 O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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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按任務執行的時候有跳了一小段動畫 也沒什麼內容 就是一個背景圖然後顯示Mission 1 然後黑色制裁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就進到這個遊戲裡面來了 那因為只要是動畫的部分 因為我的OBS都是錄不到的 那那一段我就跳過吧 反正也才1秒2秒而已 還是3秒 大概才3秒而已 怎麼高級的才7馬硬邦邦的品味有問題 對對對 不想陪葬的傢伙就快點滾 不想陪葬的傢伙 不想陪葬的傢伙 這個遊戲因為可以視窗化 它有幫你做一個視窗化的功能 然後這個遊戲原生的解析度是那個 640乘以480 大概是一個小平板的大小 小平板 算迷你平板嗎 迷你平板的一個大小 然後這個遊戲視窗化之後 其實那個 整個遊戲的那個 就會變得很細緻啊 因為它是用beat去做的 就是那個 什麼 像素 因為我現在是用那個 全螢幕 那如果你把它視窗化 縮小成640乘以480 那那個畫 遊戲畫面看起來就會相當的精緻 可見他們那個 當初製作的時候 就還蠻 做了算是還蠻細緻的 你們幾位該不會是想包下這間餐廳 還是都開槍了 你當作我哪吃飯的 都開槍了 你當作我哪吃飯的 要我的命還先跟我的秘書 預約時間 1號你跟3號4號去另外一個出入口 這是走格子的 他們就是漢堂國際支撐 自稱這一款 算是一個星星菜的 遊戲 他們把他命名為 R SLG R SLG SLG就是 就是很傳統的 它在前面加一個R 那是什麼意思 那由我們現在的觀點 來看的話 知道 這一塊應該算是SRPG 我也不確定我稱它SRPG 對 反正就先這樣吧 因為這款遊戲 因為這款遊戲 畢竟跟一般的RPG不太一樣 那以前我也沒有玩過 所以 有點搞不清楚狀況的話 那就 稍微 可以讓你玩過 來看 我可以看 我會看 你會看 你會看 我會看 你會看 我會看 你會看 我會看 你會看 你會看 就是他會藏一些道具 藏一些道具 那我看網路上的攻略 我必須只有用那個 座標 他都用座標來代替 所以他剛好又有那個開心座標 座標的顯示 就是這個 顯示模型的座標 所以我必須開啟這個 我才能讓他把物道理藏在那裡 攻擊特技 道具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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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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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釣魚 CAS 嗯 不准备 有什么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是没有反应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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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用智慧性的觸控去操控的技術 要用舊手機的實體按鍵去操控 操控一點 這麼遠 這麼遠都射得到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 六個的距離都射得到 這個爆炸特效做的還蠻行 還往後堅持 喔 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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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鐮刀耶 我到現在才注意到他的那個近戰武器是一種 明明有槍可以用 但是我還是覺得 用近戰武器一些攻擊 感覺比較有PV 其實玩之前的PG玩習慣了 突然變成一把有槍的遊戲會打怪的 就是如果被敵人攻擊 你可以選擇要用近戰武器還是遠程武器反擊 或者是防禦武器 或者是防禦武器 什麼事情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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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分兩個戰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滴滴滴 什麼都沒有啊 靠 完蛋了 怎麼回事 天啊 為什麼 這樣萬一很多東西我都拿不到怎麼辦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這個遊戲有點難度 所以能拿到的東西最好去拿 判斷國際的遊戲就是這個樣子 你能拿的東西最好去拿 遊戲難度會變得有點高 不知道為什麼他 因為假的位置都沒有 去查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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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角色彈劍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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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